大家好,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播 我们今天晚宁第四讲 但播题方面我们讲到第三课 第三课讲过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回那份播堂题 讲了概述部分 另外就是《正义》的两个原则 《罗尔斯》对于《正义》的两个原则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从第三个标题开始 就是《对第二原则》的解释 我们去到这个题目那里了 第一个《正义原则》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指我们既有自由也有平等的 这个是《正义原则》 这个《正义原则》就是承认 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一些人权和自由 《罗尔斯》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对于人权和自由 他用不同的一般的传统自由主义者的方式 将它开裂出来 上次也讲到第一第二个《正义原则》 《罗尔斯》讲的一些分别 和他们先后的次序 我们开始讲第三个标题 《对第二原则》的解释 《罗尔斯》有一列系列的图表 去解释两个《正义原则》 《正义原则》的时候是讲资源分配 而这个讲法也比一般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是复杂、深入和细致的 所以《罗尔斯》就是用一系列的图表 去加以解释 我个人觉得当中有几个图表是特别重要的 我就将它在本书里面所画的图表 我们选几个比较重要的去算一下 首先就是它的图表是用坐标去表示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假设社会里面有两个市民 当然这么说就将这个情况非常简化 因为社会不可能只有两个人 但起码是两个人 所以《罗尔斯》就将它简化到两个人 所以所有座标都是由X1和X2两个族造成的 X2《罗尔斯》的意思是表示一些 在资源分配方面是利益较多的人 相反X2就是在资源分配方面是利益较少的人 这个是用低于说话来说的 其实就大致等于X1就是指一些上层社会的人 或者我们简单说叫有钱人 相反就是X2就是一些下层社会的 或者我们叫做一般人或者穷人 OK 这个就是每一个座标都有两个数值 X1代表是有钱人 X2代表是穷人 这里我们只是讲一下《罗尔斯》其中五幅图 因为有些我们不需要很细致地讲的 因为有些可能理论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个课程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们讲一些比较容易 相对比较容易着握的东西 例如我们一起看一下图3 图3这方面就看到有X1X2两个值 都讲过就是表示有钱人和穷人 至于这里另外再有A和B两点 这两点有一条曲线是串沿起上来的 A和B就表示一个就是效率的曲线 John Walsh叫做 这就是说社会如果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生产 当然根据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就是掃出市场机制的 根据资本主义的理论 如果是由市场去决定 这个资源分配是最有效率的 而A到B形成一条曲线 就表示其实在任何这条线上的一点 都是在效率方面是最好的 不过每一点代表不同的分配比例 明显越近A的部分 就是有钱人分得越多 穷人分得越少 当然一般我们说穷人就不过中间值的 就是O到D如果说是斜线 好像图5那样45度的斜线 这个就是说有钱人和穷人完全一样 意味着也无所谓有钱人和穷人 如果大过45度就等于说 变成X2是有钱人 X1是穷人 这个不需要这样去表示 这个就是图3 至于图4 所以连组线加了两点 一个是E一个是F 它们分别在C和D的左下角 为什么这样画法呢 就是因为在同一点的左下角 你才可以比较 因为效率的范围以内可以作比较 例如D比F是有效率 C比E是有效率 因为分的那个得益 D和C是多过F和E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图4表示的意思 图4就是一条虚线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平均分配的那个线 图5就是这条线 就是划成直线 另外就是划一些垂直线 和一些打横的线 就表示这个分配是完全平等的 就是说X1和X2分配是这么多 这个就不可能是一些现实的社会的情况 因为社会是有资本主义之后 社会是出现贫富悬殊的状态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和理论的状况 就是圆圆分配是平等的时候是这样分配 至于图6就只是划下的部分 上的部分没有划5两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也解释过 如果生产在X是比X1更少的X2的时候 就表示有钱人和穷人的违针倒转 不需要了 因为如果分得有钱人和穷人 划下半部就够了 大半部就一方面有刚才说的平均分配 支援的斜线 另一方面有一条曲线 曲线什么意思呢? John Walsh说曲线OP 他用OP表示实际生产线 实际生产线意思是一方面照顾到经济效益 即是说效率接近最好的 另一方面也是尽量令到 他的生产是有钱人和穷人的距离 是尽量拉近的 这个如果用John Walsh说第二个正原则 第一部分的表述就是最少受惠人最大利益的分配 最少受惠人的最大利益 这里John Walsh用A这一点去表示 用A这一点去表示 因为在这一点上高 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是最高的那条曲线 最高的这样 即是说是最后效率 另一方面也是接着一条是横线 横线就是表示分配是最平均的 即是在这种上高是最后效率 并且是最平均 但是最平均也好 它也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分配 所以这条护线OP是低于中间45度的斜线 这个就是图6 最后是图7 图7John Walsh说这个图表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的部分跟图6一样的 但是多了另一条线 比如B这条线 在A的右手边 这个就是B这条线 B这条线 就是它是 sorry 应该是反过来说 在A那条线的左手边 即是说它还未去到最高的效率那里 sorry 它就是去到最 它这个如果是生产的话 就表示最有效率的 但是就不是最少受惠人的最大利益 这个它的意思就表示 如果根据功利主义的分配 效益可以多一些这样 就变成了就是犧牲了分配的那个平均 而是令到那个经济效益是好一些这样 这个就是图7的意思 好了 经过这几幅图的解说 John Wallace 其实比较清楚讲了是第二个正原则的第二部分 这个也叫做机会平均原则 和EA虽然都是属于第二正原则 但是有重要的不同 那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而这个就叫做差别原则 也都是好像刚才讲过 就是经济自然的分配 是令到最少受惠人得到最大的利益 就等于说就是 如果是在不影响经济效益之下 那尽量将财富是尽量分得越平等越好 意思就是通过譬如社会福利或者类进税等等 令到有钱的人不会太过有钱 穷的人不会太过穷 那这个就是所谓差别原则2A 至于2B 那John Wallace是比较详细地去解释 所谓2B这个第二个正原则的第二部分 或者我们读一段John Wallace的解说 这个是在第书的第65页 那大家一起可以看看这一段 因为比较短我们可以读一读 第65页 John Wallace也要这么说 现在我想评论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 他在后面被理解为机会公平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 我们缺不可使他混淆于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概念 也不能忘记由于他与差别原则相远是 他的推论相当清楚地区别于对两个正义原则的自由主义解释 这段就是第一部分 我用一二两个共识字去分开 第二部分就是 特别是在17节我将试图展示 这原则并不像反对者所认为的 引向一个应财统治的社会 在此我希望考虑一些别的问题 特别是他与纯粹程序正义观念的联系 这一段我分了两部分 我讲一讲两部分的意思 第一部分 John Walsh说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二部分 或者我们可以叫做2B 就是精简一些 叫做2B 这个叫做机会平等原则 但机会平等原则 John Walsh在这里重申 他不等于说向财能开放 这个机会平等不必是向财能开放 什么意思呢 传统自由主义者的说法 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按劳分配 或者多劳多得 这个劳和一个人的财能 也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通常财能越高 他劳动的成果越大 如果向这方面开放 有很多人觉得是公平的 但John Walsh在这里澄清 他说的机会平等原则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向财能开放 就是越有财能的人 越分得多 越没有财能的人 越分得少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以下 他和一般的自由主义分配原则不同 就是如果向财能开放 这个也是大概近于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就是没有人迷的关系 你让消费者和供应者 他们自己去决定 他们消费多少或者供应多少 他们定了一个价格 然后就调整这个价格 就是消费者是消费多少 这个是生产者生产多少 这种等于说向财能开放 或者我们说一般说的多努多德 或者按努分配 但John Walsh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机会平等 完全不是这种传统自由主义 就是说出市场机制的意思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不讲的意思 第二部分 John Walsh说 就是2B这个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 就不是一种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 就是他叫做英财统治 就是一般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精英主义 那精英主义 其实跟刚才讲的 看财能开放 那个做法其实是一致的 因为如果你是看财能开放的话 那财能越好的人 越得益越大的 就等于造就了一个精英的社会 因为这个社会 越是有才能的人 他所得的越多 当然附带的社会地位越高 那这个就是精英主义的统治 那John Walsh就说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的平等原则 透过这两点去表示 不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意思 第二点也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意思 就是如果是精英主义的话 就等于开放自由市场 那样是聪明的人 不聪明的人竞争 那这个就是他所澄清的 机会平等就不是那种 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意思 好了 我们接着引起另一段 就是第六十六页到第六十七页 那这一段就相当之长 那我们讲一讲他讲的意思 那这一段比较长的这一段 程序正义呢 程序正义呢 其实是表示 纯粹程序正义 那John Walsh就在这一段说 就是可以通过 和完全和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去理解的 那这个就是这样理解 什么叫做纯粹程序正义呢 是容易了解的那样 那所以了解纯粹程序正义呢 就先了解完善的程序正义 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那分了之后再去表述呢 那这个更不了解所谓 纯粹程序正义的意思 那他就先解释什么叫做 纯粹程序正义 那他呢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的 譬如说我们分蛋糕 譬如我们假设 譬如阿山亚那样 有一家人买了个蛋糕回来 那怎么去划分蛋糕 分得比较呢 就是平等一些 或者说公平一些 那其中一种的方法呢 就是哪一个切蛋糕的 那个人 他是分最后的那一份 如果有四个人 一家四口 那是负责 切蛋糕的人 他最后才拿那件蛋糕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合乎程序正义的 还有他一个是完善的程序正义的 为什么合乎程序正义呢 那这个不难理解 是吧 因为如果那个切蛋糕的人 他最后才拿的时候 他当然要把蛋糕分到最坏 如果分得不坏呢 大豆的那些就先拿 那对他来说不公平 那这样 所以如果是最后才摸呢 那他就一定会尽量 将这些蛋糕分到最平等的 那这个就是 符合程序正义的 那这个就是符合程序正义的 那什么叫做完善的程序正义呢 那什么完善的程序正义呢 那John Walls呢 透过刚才切蛋的例子 就讲了两个特征 那两个特征呢 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程序和那个结果呢 可以是区分开的 我们区分开的 那就是说呢 那种程序正义呢 就不讲结果 那就是说呢 实质上就是分得云不云 那这个呢 就不是所谓程序正义的考虑 那只是考虑呢 就是那个过程 怎样分 怎样分呢 才是一个公平的区分 那刚才切蛋糕的例子说呢 就是 如果切蛋糕的人是拿最后的 那整个程序就公平了 因为拿最后的时候呢 他就尽量会切到每一块都是均等的 那这个就是符合程序正义 那这个就是第一点特征了 好了 完善的程序正义 还有第二点特征的 什么特征呢 就是 他那个程序呢 其实呢 是大体可以决定到那个结果的 或者说呢 就是那个正义的程序呢 其实可以预期得到呢 是正义的结果的 比如用切蛋糕为例 那这样呢 切蛋糕呢 就是这件事是比较简单一些 那因为你定了那个程序是正义的话 那我们很多的细节不定啊 比如用什么刀啊 或者是用不用一些尺去量啊 知而知之类啊 那些这样的情况啊 那我们通常呢 就是切蛋糕的结果都是比较均等的啊 比较合乎是正义的啊 那这个叫做完善的程序正义 那叫做完善的程序正义 那之后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程序和结果是分开 第二方面呢 就是那个程序呢 大致可以决定到那个结果是正义的啊 那这个叫做完善的程序正义 那不过John Walsh呢 在刚才引那一段呢 他最后又说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所谓完善的程序正义呢 其实是很少很少个案是这样的啊 就算不是不可能也好呢 是非常之罕见的啊 因为通常很少说 决定到这个正义的程序呢 就有一个正义的结果出现的 其实John Walsh的意思啊 好了 他解释完呢 叫做完善的程序正义之后呢 他继续解释就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啊 那今次呢 他举个例子呢 就是一些 譬如涉及到刑事的审讯 比如法庭里面啊 就是有一个被告呢 就是被审讯啊 他是呢 被怀疑呢 就是犯了一些刑事的法 这样这样 好了 那这个呢 就叫做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在法庭上高呢 就是就是现代法庭啦 那我们呢 是有程序的正义的 比如呢 是律师怎么样去呢 是搜集证据啊 然后呢 是开庭 甚至又预审啦 好了 现在审讯的途中呢 就是根据一些呢 是合乎到 我们理性反省的一些程序啊 比如呢 正面的 反面的一些 就是 律师给出来的证据啊 或者控犯商 就是控犯商方啦 给出来的证据啊 那呢 就是 给充分时间 他们讨论 还有一个法官呢 作为一个 就是 财中人 啊 另外呢 做一些所谓 陪审团那些啦 就是用一个 就是 就是 大多数决的方式啦 就是 看看呢 是怎么办法啦 OK 之类之类 那这个是合乎呢 程序正义的 但是问题呢 就是 即使在法庭上 怎样讲究 那些程序正义都好 譬如每一步啊 都很仔细的啊 基本上呢 每一步都不出错的 是不是表示呢 就是有一个正义的结果呢 那我们现实上知道呢 很多时候都不是的嘛 对吧 比如在刑事审讯那里 所谓的正义结果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一个犯人呢 他犯了刑事的法律的话呢 即是法律的话呢 他是要受罚的 那样啊 另外呢 包括呢 就是大的罪 罚大的刑 小的罪 罚大小的人 紧紧啊 但是 因为刑事案件 是相当之复杂的 就算我们有好正义的程序都好 对吧 因为刑事审讯通常是 就是那个 是比较严重的那些案嘛 那些复杂性呢 也是比较大的啊 因为这样的时候呢 就算我们那个程序 就很正义都好 都不担保结果很正义的啊 所以最后呢 可能呢 就是犯法的人 是被判无罪 或相反啊 无法法的人被判有罪 又或者呢 就是 就是犯了大事的人 判了小刑 犯了小事的人 判了大刑 那样 那这个呢 在一般刑事的审讯里面呢 很多时候都会发生的啊 那所以这种呢 就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那我们对比着 刚才说的完善的程序正义呢 那我们都可以分到两点的 第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呢 那个程序 和那个结果是分开 那我们叫做程序正义 当然我们可以 identify 到什么叫程序了啊 那就是说 等于说呢 和那个结果是分得开的 那这个没有分别了 就是说完善和不完善的 程序正义呢 都是第一点是一样的 第二点不同了 第二点是因为呢 我们说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呢 就算那个程序正义都好 都不能够决定结果是正义的 就不同完善的程序正义的 通常呢 程序正义的话呢 结果都是正义的 因为通常那些case是比较简单 像刚才说切蛋糕那样 就不同了 我们刚刚讲的例子 比如说刑事审讯那样 复杂很多的 有正义的程序都不必是有正义的结果 这个就是两种的正义程序 就是那个区分 是完善的和不完善的 经过这两种的区分 就是正义程序的区分 John Walsh就再解释 所谓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意思 所谓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意思 纯粹的程序正义 其实根本就不考虑那个结果 就是考虑那个程序的 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纯粹的程序正义 是不关心的 就是说我们纯粹程序 他是不看结果的 这个John Walsh举了一个例子 说明有些case 我们只是关心程序正义而已 我们一般就不关心结果的正义 比如用赌博为例 Dambling 赌博为例 是 赌博呢 就是一般 如果是合法的那些赌场 当然我不是说那些非法地下那些 合法赌场呢 如果政府要批 就是给他开的话呢 通常就是合乎程序正义的嘛 是吧 合乎程序正义呢 就是在赌博的case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呢 是不容许是 就是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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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点 譬如 譬如 澳門 或者 一般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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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 甚至 这是 就是 譬如 由 或者有些做法就要 譬如马征离手 他下注的时候 不可以中间再下注 这就是合乎程序正义 而且John Watts他赌博的例子 是指我们一般关心程序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赌博的结果 我们很难预测 因为赌博纯粹说运气 有时John赢 或是John赢得很厉害 John赢得很厉害 或是John赢得很厉害 John赢得很厉害 或是John赢得很厉害 John赢得很厉害 或是John赢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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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所有可民的情况都随时会发生 随时会出现的 但是一般说赌博是不关心结果的 譬如赢得多些不关心的 最重要是赌的过程 要公平 比如说出尖那些 这就是纯粹正义的一个例子 就是关心那个程序 纯粹程序正义 就是关心那个程序不复复正义 完全不考虑那个结果 这个就是John赢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John赢得很厉害 就是所谓纯粹程序正义 或者是完善的程序正义 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John Ross究竟想说什么呢 其实他最后想说就是 这些程序正义 其实就是John Ross讲的2B 就是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二部分 所谓公平机会原则 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即是说公平机会原则 其实都是讲纯粹的正义程序 纯粹的正义程序 什么意思呢 这个机会评价 我们在概述的时候都讲过 机会评价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重要是指 我们在经济收益方面 不是说结果是公平 不是的 即是说大家都是分这么多的资源 不是这个意思 不像结果的 就是这个程序 即是说要机会平等 即是除非我们不讲经济效益 如果讲经济效益 根据市场的机制 这个资本主义的理论 一定会有不平等的分配 即是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理论的结果 好了 而2B的原则 就是尽量令到那个结果就不可能公平了 但是那个程序是要公平的 或者那个机会要平等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概述的时候都讲过 譬如机会平等 包括譬如教育的机会平等 是吧 即是我们说经济的收益得多少 或者收入得多少呢 都跟教育有很大关系的 通常越多教育 要赚钱越多 这是一般的规律 所以反正越少教育 赚钱越少 好了 如果教育机会是平等的时候 那就会将贫富懸殊的 gap 收到比较窄了 因为以往是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在教育机会上都不平等 是吧 因为有钱人他可以给多些钱 请好些的教师 或者好些的大学学校 或者买很多的补充等等 买很多的参考书等等 就变成了他们是着数一些的 在教育方面 特别是以往讲精英教育 但是如果讲机会平等 那就是要讲比如说 普及而免费的教育 比如尽量多 尽量多到由小学到中学 甚至大学都是这样 好了 变成了如果个个都有机会 读大学 个个都大学毕业的话 好了 即使实际上 真是他们赚钱 那些人赚钱是有不同的 那变成了那些不同都是少的